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这次新的改革开放 第二个话题关于中国的民主 首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中国的这个新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 输出能力更强大的世界工厂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在第一次改革开放当中呢 中国的这个客户群体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主 那在新的改革开放当中 中国的客户群体还会涌现出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话呀,我说的已经很美满了 听懂的人,能听懂的人自然懂 不能说的太明显 然后我们再聊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中国民主的话题 中国目前呀,首先说一下结论啊 可能有些人要生气 你先别生气,你先听我说完 你看一下对不对 首先说一下结论 中国目前呀,即便是搞民主 老百姓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为什么说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民主并不是你个人的意见 而是一群人的意见 就是中国这14人的意见 至少要少数服从多数 至少要是这样 那么中国人这个思维能力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思维能力 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他这个老百姓呀 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人 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他们就是跟风 跟着节奏走 真正懂经济懂政治的老百姓 也是寥寥无几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去搞这种民主 他们连问题的根本和本质都搞不懂 就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后自己卖自己 对吧 还替别人数钱 有些人肯定要反对我 说你说这个有什么依据 我们来看一下 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在中国的市场 非常大 为什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没有这样的市场呢 因为中国人好骗 电信诈骗的电话 我也接过很多 几十个 但是他的那个套路呀 你稍微推敲一下 漏洞很多 基本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上不了党的 但是看一看中国上当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连大学教授这样的高高级知识分子都会上当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均的这个思维能力啊 是不足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啊 中国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不团结 他爱搞 莫里横 你不团结你怎么搞吧 你不团结就没有办法搞民主了呀 对吧 给人稍微使点手段就分裂了 这怎么搞民主呢 最后一点 中国人啊 喜欢盲目去崇拜一些人 一些事物 没有理由的去崇拜 嗯 喜欢去跟风啊 这就很糟糕了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 中国即便是搞民主啊 中国老百姓也捞不到任何的好处 因为民主既是民主也是一种博弈 你是人民 是吧 上面的那些人也是美民人民 笨蛋是人民 聪明人也是人民 这就是一种博弈呀 嗯 笨蛋和聪明人博弈 那肯定是聪明人会赢呀 而中国老百姓 绝大多数人都很笨 都很愚蠢 就这么多 嗯